巨无霸螳螂 五龙前竹 模样看起来相当吓人 而另外一边 萤火虫的尾部 正发出淡红色光芒 仿佛就像真的一般 台中文庄园区最近引进了一档昆虫特展 其中这几只超大型的拟针昆虫 果然成功抓住小朋友目光 我们当初整个在进口的时候 包括整个的海运 天气不好 还有整个的曝光部分 其实都是还算困难 因为这一次的巨大昆虫 是比以往在台湾展示的还要多还要大 所以在整个的运输过程 其实有点小波测 为了增加展出的丰富性 主办单位这次除了带来数十种甲虫 实境展出 另外还有上百件的昆虫标本 有些甚至是十分罕见的稀有品种 像是身价高达近百万的预带碟 和外表带有宝石光芒的橡皮虫 都让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我看到瓢虫 瓢虫还有咧 还有甲虫 哪个你比较喜欢 瓢虫 有甲虫喔 有甲那一只 这里也有那边也有啊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竹蟹虫 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的不见了 不见了喔 那这里来 不管小朋友或大朋友来 都非常的惊艳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区域呢 它是用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展示方式 跟展览方式呢 跟朋友互动 所以小孩子可以很亲眼的 直接跟这些昆虫呢 直接很亲力的一个互动交流 所以他们觉得说跟以往的一些 昆虫展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除了看展览 也被忘了体验科技感十足的互动游戏 像这款利用脑波控制昆虫前进的游戏 就连大人也是则则撑起 这场昆虫特展将从今日起展出到明年三月 民众不妨利用时间带着家中小朋友 及欣赏自然生态之旅 记者洪佳洪他就说了